嗡嗡的这阵容掏女巫 呃他这个女巫他得打的前期节奏肯定慢 他得做好长远准备 他得可能得打那种 就是中后期控场消耗找机会的女巫 他正常的节奏这个女巫抓人真的太慢了 这套阵容你抓谁 抓先知 心里抓不了吧四刀 昆虫先知二选一 因为有先知的存在 怎么地要三刀女巫这边击倒一个人 我觉得两台半起步啊 再讲守木人这个点也是来 算是有在防你一手女巫了 在如此情况下 是不是还是套出女巫啊 那真的 这把如果他能打好了这个女巫无敌了 但我会更看好朱雀的穷者一点 我会看好穷者一点 上台话找猫猫 猫猫这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牵制 看拉点 然后看这边的话神醉的昆虫是已经动起来了 应该是会在一些他们安排好的点位来进行一个测印 就帮忙来卡一手什么的 这里原神仙土 白嫖一刀应该不太会啊 这个 想要白嫖 我觉得 我吃你寄生刀没关系的 你寄生刀来 来 直接鸟给上 连绿光都看不见 好了 放狗是吧 拉点 然后待会看昆虫 昆虫怎么动 昆虫动起来了 注意昆虫啊 注意小镜头 看小镜头 小镜头昆虫动的一个方向 到先知前方 然后挡住 来 你操作 好 卡 卡 卡住了 这里本来确实是应该必中一刀的 但是这一手昆虫 这就是猪雀的求生者 也是为什么我给大家讲到 我觉得他拿不太 这边绕是绕到了 拿不太出来 这个女巫的原因 就这抓人太难受了 这边再放信徒 然后放狗 咬猪 带走 还行吧 这边的话是 这个原生信徒反绕一波 但大家注意这边昆虫又来了 昆虫又来了 但这个昆虫应该是保不了了 击倒 还行 比我想象当中好 刚才那一波的话 先知这边 是相当于被一波反绕 绕到了 打了一刀 如果不是这一刀 这局女巫已经炸了 现在的话两台伴友 嗯 求生者这边的话 可能 真胜有点困难 因为他们这套这种 要第一波6的特别好 6到个三台以上 才有机会去真胜的 那现在的话 我觉得求生者也可以开始考虑 就是三人开门战保平了 还行还行还行 这这这这波有点 对求生者来讲 猫猫这波被反绕打了 这关键 这白嫖这一刀太难受了 但其实机子差的不多了 这里的话 哎 这个血线 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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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下来了 无伤救人 再吃一刀 先知拉开 女巫这边的话 想压这台92%的机子 不是特别现实 这台机子 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压的 对 他去外面重新找一台机子压 会更好一点 就是找下一台 你们准备修的机子 但大家注意到 熊者这边的话 已经开始修三台了 就知道你可能会 选择什么呢 一边挂先知 一边派原生信徒 来压住一台密码机 我这边提前做好一个 多修的准备 由于守墓人 这波是个无伤救人 所以说他这边 可以再救一波人 他可以再救一波人 待会的话 看这里 有没有什么态度 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熊者这边 熊者这边 不太能有想法吧 这套阵容在前期 当面交铲子跟你拖 那你反正你出来 我狗咬你嘛 这波我觉得 什么人得提前出来啊 狗咬住 但是他有一个 救人加速的buff 直接了 再一波无伤救人 这局要 真四人看门战 得看 得看什么呢 得看先知能不能吸出一只鸟 真的 你别说差了没多少 这边想摸头 没摸到 狗咬住 打一刀 密码机 点亮吗 点亮吗 等队友贴门 等队友贴门 这边的话要骗你 神队这边骗你 女巫这边本体有狗的 当你点亮的这一刻 女巫可能直接放狗来带你走 昆虫这边的话 有一个飞轮 信徒补上 女巫这边 大家注意 女巫也在进行布防 你求生者在准备 打开门战 我女巫这边也在准备 两边户在准备 躲刀 叶刀 密码机 点亮 直接放狗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他本体有一只狗 咬中 但是这边神醉的这个点 交互点有 然后并且手里有飞轮 先一块板子 我觉得不切闪可能击倒不了 哎 两边的门都在开 两边的门都在开 平局平局平局 这里有个地窖 打得很不错 两边打得都不错 Springer在前期被 穷者一个比较好的配合 挡住了他第一波攻势的情况下 是一波反绕 捞了一刀这个闲置